一雙无辜大眼配上圆滚滚腮帮子 露出利爪 小石虎在指向内四处探索 小石虎是公的 出生大约三到四周 身体状况及精神都不错 体型瘦弱的他只有224公克 一般同年龄的野外小石虎 大多在300公克以上 因为肉食的关系 所以他的毛髮状况也不是很好 不管是食欲或外关系 其实是很正常 但是就是过于小瘦 起初小石虎在南投一处农地被发现 一度被当成落水小猫 发现他的吴先生 担心附近的狗会攻击 决定先把他带回家 打扰起来 我发现他身上是有点围尸的一个状态 有野狗 所以我们其实本来要放在那附近 也是很担心他 小石虎被关在笼子时 盘着笼子不断挣扎 像在拜托求饶放我出来 呆某模样融化了吴先生 思考后决定收编 纳入家中新成员 还开心拍照询问朋友如何养幼猫 不过眼尖的朋友越看越不对劲 小石虎身上斑点和野猫并不相同 他眼睛内侧有向上延伸的两条白色线条 耳后也有明显白色斑块 小石虎落难剂差点被当成家猫养 如今暂时入住特生中新新家 直到身体复原后将重回大自然怀抱 三连线无辜运程一姐 审明志南投报导